昨天晚上又钓到一条巨屋 我撑了一下 差不多 接近九斤 大清早就把我表妹叫过来 叫她看一下 我昨晚的 渔货 走 我们看下去 然后这里 这里有些上次 你们挂了一下 这也是 那天钓的鱼 小的红尾 这个不是很大 进去来这里看一下 加上上次的一条五斤的 然后有一条又送给朋友了 一共这段时间钓了三条 看一下成双成对的 有什么感觉 一条大的 两条大了 这什么情况 哈哈哈哈 吃好的活着呢 我 我崩溃 看起来 吹了吧 还累啊 还能解决啊 我还以为能看到两条鱼 鸳鸯吸水了 两条鱼 哎呀 这是搞的 咋办呢 我得看这鱼有没有发错 就怕这个醋的 那就得扔掉了 我昨天晚上看还好好的 所以我就今天信心满满的叫表妹过来看 大清的也没查看 先用鱼锅把它抠起来 看这条 这条有多辣 哦 应该是高死的 我看到 那个鱼塞了 看鱼塞那个颜色了 看 哎呦 是不是太可惜了 你表妹拿一下来来来来 双手这样 像我这样子展示一下疑惑 来 过来一点 这样子 对 看 这样子 五斤啊 这条鱼啊 这样子啊 跟我上班生腰肠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对对对 看来看这个 看没有 鲜红的啊 这应该是刚死的 刚死的 这个鱼塞都是鲜红的 这个还可以紧急抢救一下 这回我们赶上 热火了 赶上新鲜的了 哈哈哈 第一件是把这个塞呀 去掉 这个可以喂猫咪啊 用干水鱼去鱼淋就很快的 大家看这个鱼那张 是特别干净的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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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处理的完美 完美的两块肉 鱼骨 清蒸 这一段清蒸 这是处理好的鱼 顺序想好了 先从油炸鱼骨开始 然后剩下的油 这就是红烧 慢慢的 造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其实没有炸的那么透彻 其实炸透彻的话 这个是金黄的 红烧换大锅 现在炸鱼骨 炸鱼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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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米娜爆香即可 胡椒提鲜 最后清蒸鱼 鱼 中间架两根筷子 慢慢放上去 蒸10分钟 蒸出 准备开始了 这是清蒸的 这是油炸的 这是红烧的 清蒸 哇 这个都糊掉了 另外一坨 这些都干净 这鱼泡好 好脆 嗯 鱼泡啊 好脆 那你给我鱼泡啊 嗯 嗯 这鱼泡好吃 超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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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好吃的 吃鱼泡 很精子 嗯 那 这个鱼泡 那 这个鱼泡 这鱼泡 就好干 好 喔 好 好 一块木骨米好 一块米哪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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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切的木骨 一开始的时候好软一点就好脆 朋友们我们吃完了 刚刚中养啊 好 我外公说今天是吃了一顿饱 这个很好吃 肉特别嫩 我也觉得好吃 今天我是吃饱了 吃到很深的 光切鱼啊 好感哦 就好感感的 我问一下表妹怎么样 怎么样 可以啊 吃了多少 一碗但是吃鱼都吃饱了 可以 可以啊 太过瘾了